各位早晨,欢迎收看我们的即市攻略直播环节 会和大家跟进内地股市最新的情况 会请我们的嘉宾,就是研究部的经理直妖辉在旁边 Hello,Stanley,你好,早晨 我会跟进A股方面的情况 大事不妙 继续要下跌 势头是怎样分析 昨天来说,差不多是全日的低位收市 上证大跌3.67% 都拖低到国资和香港这边行资的表现 大家不断说流动性资金很紧张 因为有24只新国IPO方面 这个星期就会复杂 打新的资金有7万亿人民币 可以有一个指标来留意 反映流动性 就是看上海银行同业策息的表现 如果再看一看的话 一个星期,两个星期,甚至一月 图也升得很紧张 即是有一个急升的情况 反映什么呢 资金流动性 非常紧张 其实是 但基本上这个情况 每一年的半年结 都出现过 如果你看上年 即是上年的时间 上年四五月 四五月份的时间 A股都是有很波动 最主要都是大家害怕资金抽筋的情况 连入刷息就急升 所以你可以说今年 依然面对着一个 相同的情况 还有 暂时来说 A股的走势 其实我都一直强调自己 比较常是 挺看淡的 不算看得很乐观 为什么呢 其实如果你以估计上去计算的话 A股 真的不便宜 而且 在年初资金的升幅 实在太大 所以你说调整 我觉得 其实你可以说是一个 要劣之内的事 而且 你都可以说 最近真的有 比较多的 开始比较多一些 负面的消息 包括刚刚提到的资金抽筋的情况 新股IP的这个情况 还有 其实今年有年初资金 很多一些 内地的上市公司的高管 基本上都是减持股份 而且减持的量 你都可以说是 比较过去这一两年的时间 更加多 不过市场 好像之前的时间 又不是很理会 特别是 气氛仍然都保持得住 但是现在 市场的投资气氛 我觉得开始有些逆转 而这个逆转 似乎对于A股的走势 可能会带来一些 比较大的震荡 如果你回想 这一段时间 市场发生了什么事 很特别 以前的时间 当大市开始有调整的时间 中正交 或者是一些 官部 都会出来 类似说 大家不用怕 这种是 慢流 慢慢上 又很健康 所以 市场的气氛 其实是维持住的 维持到的 但是这一段时间 你想想这一段时间 好像没有这些言论 没了 反映一样 其实现在很明显 市场虽然有些调整 但是 连这个官方的机构 都密属这些情况 你调整一下 其实我觉得是 很正常 因为你之前也都 发生过一些 叫做 不是那么愉快的事件 有人都因为 买了中车 然后被人赚了钱 跳浴 就身亡了 这些事情 都真的你可以说 对于一些交工机构来说 都是很大的警惕 假设 当市场 更加之泡沫越来越大的时间 这方面的影响 更加之大 所以现在 我都觉得 你说大市 落下一些 其实真是正常 而且真的不要忘记 其实这个上证指数 由上年来计 三千个点 升上来 你可以说现在 虽然跌了这么多 但是 由年初至今 我想加一条数 都可能 还升大约是四成五成 所以 暂时理解 你可以说 A股都远处一个 叫做 震荡的局面 但是也不排除 因为 你说资金比较紧 市场都会延起 又是说 会不会有机会 可能是 降准 降息这些情况 但是即使做得好 似乎 我想对市况的帮助 暂时理解 必是太大 嗯 是的 现在你讲一下 跌幅扩大了 上证指数现在跌超过100点 跌107点 报4677点 跌幅有超过2.25% 另外 深圳城市都跌435点 报16299点 跌幅有2.62% 另外 沪深三华指数都跌78点 跌幅有1.6% 刚刚 Stanley 你说到一点 往往市况 有个调整 中证监就会出来说 但是这一轮就比较少 反而就不断在打击 两融方面 又说不可以借孖展 多个4倍等等 这个消息 但有些分析 就说可能 讲回长远发展来说 是好事来的 即是说 那个机制 就可以放松 或者收紧 对整个环境 健康 但只不过现在 可能就是 未合起 未是时候 还有 正常的调整 这些是 方案的 讲法 你见到中资金融股 其实这一排 就很个别 不是全部是利淡 我想内地劝商股 之前来说 大家是外股之一 例如6837 6030 这些等等 你见到他们股价 这一排都很失望 好像半生股的 证券股 例如6886 或者是 港法 等等 这些都表现比较差 但是有个板法反而是做得不错 就是内银股 因为有运改的因素 还有现在 选股要看资产调配的股份 所以就说内银股又有个追捧 其实 不一定 一边去看淡 如果要选 可能选内银股 等等个别板块去炒作 其实 我不可以说你错 因为的确 劝商股这一排是差的 但是差的原因是什么呢 第一就是说 本身 香港这一边 第一就是说内地的交投是缩一点 第一 第二就是 指数的表现开始转弱 这是第二 第三就是说 你已经提及到 融资融券那边有很多的开始打压 甚至都是在场外配资的情况 都有很多的监管 第四 第五就是说 其实你可以说 如果以香港这边来说 它们的AH股的差价 其实都收窄了不少 因为你看回 A股的劝商股 这一排的变 都不理想 变相两者的 AH的差距 其实失败了很多 所以变相 资产都是 少了个炒作的卖点 而你说银行股方面 没错的 运购这个消息 其实是有个 气氛上的帮助 但似乎今天它们的上升 我觉得似乎跟 指数有关 你都可以说 可能是夹个恒指 这个方面有关 事实上 当然 刚刚也提及过 就是可能 看到内地的资金开始 在抽筋 变相之下 都会有些资金 可能会在冲击 可能有些降息 降伤的行动会做 但始终都是那句 你可以说现在内地方面 其实那个 的贷款需求 其实是不大的 甚至乎 你说银行 愿意放 借贷出去 不要忘记 现在一来 银行不够紧 二来 银行都很担心 怕借出去的钱 会变成 最终 变成这个坏账 所以他都不敢乱做 所以你可以说 其实银行 这个板块 除了 有一些可能互联网金融 以至到 你可能说 有些 运过这些消息 就是撑着之下 可能会有个 比较好的表现 但是 前景方面 我自己都 不算看得太过 乐观 反而你可以说 以金融的板块来计 首选 反而我都觉得是 内险股 内险始终你可以说 今年有比较多的 叫做发展的机遇 一来有很多的改革 二来就是说 今年来算 似乎有年初至今 起码每一家公司出来的 保费收入 的表现 都真的叫做得不差 所以要选 这个板块的话 内险股 都未必是我们首选 首选都是内险股 好 内险股方面 我们跟进一下 现在这一刻的表现 看看国寿 2628的 34.25 现在 升 2.5 我们看看其他的股份表现 平保 暂时升 2.6 报 110.4 人保方面 升 2.6% 4.82 暂时升 1.2 财险 升 超过2% 升 3.6 报 17.54 另外966中国泰平 升3.5 29.05 泰保 升5.5 38.65 暂时保险上升超过百分之一 升5.5 资保48.1 似乎今天这个板块来说 都做好一点 过去个礼拜 都真的有调整 希望后市来说做好一点 我先选一只 Sandy 你说看好这个板块 给我们一会 内险股都是看回平保 不过 平保 你都可以说 国价比较 高一点 大家可能觉得 已经入场比较贵 其实有其他选择 不过 其他要考虑的话 我会考虑 升华保险 我想他的投资收益 在第二个 都依然有个比较好的表现 好 2318 平保 和13收入 和升华保险 48.1 现在来说 股价靠稳升 百分之一 谢谢你 Sandy 你说的板块 有没有拿着 没时候 我们休息一会 回来会有普通的环节 和开始解答大家的 股票问题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